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凸显出自己的眉腿优势 彩色的裙子让他在一种黑色和红色造型之中看起来尤为特别 脖子中佩戴的珠宝也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大气而不失婉约之美 不过在该活动的采访环节 很多观众似乎对于镜头直拍下的关小彤并不满账 近距离看上去 关小彤的肩膀相比以往圆润了一些 就连下巴的线条也不如以往那么清晰 有网友直言关小彤的身形看起很壮 更有人觉得这次的发型相当不适合他 其实对于关小彤来说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一位造型而被讨论 他那些不合适的着装总能引发热议 早年他达出席红毯活动 穿一袭蓝色的墨胸长裙 不许造型是想要表达出仙女下凡的感觉 但放在关小彤的身上 却是实实在在勒出一圈肉 再加上披肩的长发 整个人的脖子似乎被吞掉了 在另外一场品牌活动中 关小彤身穿粉色长裙 这种吊带的设计仍然让他肩颈线条不那么明晰 总体看起来有一种粉嫩的可爱 但似乎少了一些属于女明星的精致 关于自己的情况 关小彤也曾在采访中做出过回应 当媒体问他 你觉得网友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关小彤回答说骨架大吧 以及个子高 他还一本正经解释说自己其实不是真的骨架大 只是肉比较多肉厚包裹住了骨头 真的是相当实诚和可爱 其实这些年 关小彤一直在为身材管理而努力 从一些路透的生图中可以看出 他本人真的很瘦很瘦 腰细腿长 仪态也特别优雅 至于那些翻车的造型 我们只能说也不必太过苛责 毕竟关小彤还年轻 还有很多时间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风格 他和团队也在努力成长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